- 先講一個82年前的真人真事 日本侵華期間,有一艘名為李斯本苑的日本船隻 經常穿梭在中國和日本之間 目的除了運送戰俘,也運送很多戰爭掠奪的物資 1942年,香港正值3年08個月的日漸時期 那天是10月1日,載著1800多個英軍戰夫 700多個日軍和搶掠物資的李斯本苑 遇上在香港起航,駛去日本 李斯本苑運輔船上的戰夫絕大部分都是英國人 他們主要是被關押在船上的1號至4號艙 因為船艙很擠迫,空氣很滿熱 部分體質比較差的就被安排到前甲板上 雖然李斯本苑是手運輔船 但日本並沒有按照國際公約 在船上圓掛紅十字之類的識別標誌 1942年10月1日清晨 當輪船駛到我們國家的舟山群島以東海域時 就被一艘在西太平洋巡航的美軍潛艇釘上了 就向它發射如雷,並擊中船尾,沒有動力 日本海軍馬上派出多艘艇趕來搶救 他們只是救出日本軍人 將李斯本苑上的日軍迅速轉移到接應的艦艇上 為了阻止船上的戰夫逃跑 他們就用木板和帆布,將這些戰夫釘死在船艙內 再綁一些繩索,對艙內的戰夫的呼叫置之不理 部分戰夫趁亂破門逃出,跳去海內 但就被日軍瘋狂掃射 第二天早上,李斯本苑開始下沉 船上的日本人已經全部轉移完畢 日軍決定將李斯本苑連同一千八百幾個戰夫 一起埋葬海底 他們不僅見死不救,還想借刀殺人 企圖製造英軍戰夫命喪沉船的假象 將罪責推射給襲擊李斯本苑的美國潛艇 事情就被距離在沉船海域不太遠的東極島 周山漁民看在眼中,有人呼籲 家裡有船的都挖出去救人 大家一呼百應,於是大批中國漁民 已無反顧地出海無死營救 有一張歷史照片在日軍站在前來救援的封國院號上 看著嚴重傾斜的李斯本苑,緩緩地下沉 其實由輪船被魚雷轟中到沉落海底 當中還有一天的時間可以逃亡 但日軍對英國戰夫始終見死不救 因為船正在下沉,周山漁民只能奮力拯救那些 跳到水裡逃命的戰夫 最後一共有384個英軍戰夫獲救上島 並且被收藏在漁民的家 島上的天候宮、天候廟等等 浙江海洋大學教授知名的軍事史學者唐洪森 他專門研究了這段歷史 他說當日李斯本苑周圍有十幾艘日軍的艦隻 完全具備搶救李斯本苑全船人的能力 但他們只是顧著營救自己人 眼白白看著一千八百幾個戰夫淹死 唯一的解釋是日軍蓄意謀殺 畢竟事發地點是茫茫大海 沒人知道正好嫁禍給美軍 沒想到有群善良的中國漁民破壞了日軍的奸計 384個英兵的幸存者和參與營救的周山漁民 都是證人 幾十年後,李斯本苑尋船的殘骸也被找到 成為了證物 中國導演方麗用了八年時間 豪資五千萬人民幣 將這段找尋李斯本苑歷史的經過 拍成紀錄片《李斯本苑沉沒》 揭開這段賣藏了82年的歷史真相 方導演說 歷史最珍貴的就是物證和人證 電影報名國族下年3月舉行的第97屆奧斯卡金像獎 最佳國際電影獎 不過未被提名已經被DQ了 電影公司已收到通知 說因為影片中英語對白超過半數 不符合國際電影獎的參賽資格 只能競逐紀錄片獎 或者他們並不是怕你拿大獎 而是怕這段李斯本苑的醜陋歷史 會在82年後暴露於世人面前